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次我们也祝福尼泊尔走过南关 以前很好 另外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协会 晚宴25日晚在华盛顿谢尔顿酒店召开 与其他严肃正规场合不同 这一晚宴以幽默性和娱乐性著称 今年奥巴马脱口秀中 希拉里成为了第一位中枪的民主党人 奥巴马调侃道 我有一个好朋友 几周以前在年收入还有好几百万 如今他却居无定所 住在了爱欧瓦州的一辆货车上 原来为更接近选民 希拉里的选举团队 本月驾驶着一辆乡车货车 驶向了爱欧瓦州 此外奥巴马还拿副总统拜登开顺 他表示 由于自己和拜登太过亲密 以至于印第安纳州的一些餐馆 拒绝为他们上菜 而印第安纳州前不久就颁布了 不利于同性恋人群的宗教自由相关法律 另外来自全球各个国家的250多只纯种猫咪 2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是参加了2015年度的国际猫咪展 从英国短尾猫到加拿大的五毛猫 这些世界上稀有品种的猫咪们 在展会上争情斗艳 吸引了众多的评委的欣赏呼光 这些英国短毛猫体型圆胖 极其的容易饲养 那么在英国本地也很早就获得了认可 等温的卷毛猫则也智商较高出名 能适应乘车旅行 无论对老年人还是孩子来说 都不视为理想的宠物 以上就是今天的奉典微博 感谢各位的收看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